在香港 兩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 反對逃犯條例惡法 人數打破了歷史記錄 而在對岸的臺灣 也有10萬人對中共媒體說不 有媒體人認為 這表達了香港和臺灣的主流民意 也就是抵制中共暴政 最近有網民製作了一張囊括所有被中共滲透的香港媒體圖 曾卓文認為各界開始注意到中共對媒體的滲透 他指出一旦逃犯條例惡法被重新擺上桌面 香港的新聞自由地位將會失守 曾卓文還說看到港台最近反抗中共的一連串活動 證明不少人已經覺醒 認清中共邪惡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宋碧龍 香港報導 稍稍遞 啊